聽其他的社會消息驚險直擊 高雄小港卻在9號下午驚傳槍響 圓民仁警看到了停車場內 有一輛進口賓士轎車 車頭嚴重回損 卻沒有熄火立刻上前盤殺 而這名駕駛不但拒檢 還加速衝撞警車 逼得仁警連開八槍制止 但是嫌伴仍然逃逸 圓警喬車輪連開好幾槍 試圖阻止一旁 銀色賓士轎車 為了拒檢 沒想到整輛車開始得退路 連車頭引擎蓋 都被自己撞得稀巴爛 警方不放棄 趁轎車回轉之際 再度朝車輪連開五槍 為了操完全不顧危險 撞完警車連帶波及停在路旁車輛 車主事後回頭見撞 簡直看傻眼 我是好一輪 我是給你輪 那個賓士車是他這樣 咚咚咚咚咚咚咚 撞開然後跑出去嘛 結果警察一來 叫他下車 然後就咚咚咚咚咚 事情就發生在高雄市小港區 雪府路上 9號下午2點多 原先警方貨報說是 有一部銀色車輛 車頭有部分毀損 加上沒有吸貨 實在奇怪 到場上前攔查 結果駕駛卻拒檢企圖 駕車逃逸 儘管當下遠景試圖 擊破車窗 開槍制止 但還是讓歹徒當場落跑 那今本分局通報 侵務中心 實施攔截圍補 該車最後在本分局轄內 發現車輛遭架器制 嫌犯車輛在5公里外的 中置路被找到 但駕駛早已不見蹤影 這場警匪槍戰連開8槍 索性沒有波及無辜 警方目前也持續擴大 調閱監視器已經掌握 嫌犯身份 權力追捕當中 記者高雄最好報導